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些函数呢 我也没有用过 我们这里试一下 试一下 0 可不可以 O 诶 好像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是吧 现在也太大影响 现在 Default 就是这个 O 是不是 那么我们先默认吧 那么我们就还可以看一下 刚才好像有一个透明度的设置 对 Alpha 这里 2 可以设置一个 Alpha 等于 0.3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了透明度之后 如果我们不加透明度的时候 它堆叠在一块 是不是 我们只能看到一个 可能它在一个点上 它堆了好多的点 但是呢 因为它没有透明度嘛 它就只是显示着成为了一个点 你比方这个点 它可能下面的还有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用 Alpha 这个值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吧 颜色深的呢 说明它堆叠的呢 越多 比如说明一的时候 对 这样就比较明显了 是吧 我们这里能把它设置为0.3 或者0.5吧 这样会好一点 好一点 或者说我们把 Size呢 再大一点给它 20 是不是 这个时候呢 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好看了 比较好看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开开 有一个参数是 Linewise 分别的试一下 这些呢 对我们的图形的美化呢 都挺关键的 我们比方说设置为1 看一下 我们还有 Edge Color 什么是Grey 什么是Grey 啊 它就在我们的这个图形的外面 给我们画了一条线 是吧 画了一条线 我看一下 把这个 2 是不是给搭一点 哦 它就是这个线的一个宽度嘛 哦 如果不画的时候呢 那么试一下 那就 基本上应该是 应该就是不画的话 应该就是默然1的 看一下 Line of the scale for now if now 它就是一个 如果是now的话 它就默然一个 Line their lines there linewise 是吧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 我们这个图形呢 就汇出来了 汇出来了 这里呢 是我们的什么呢 sweave的 是不是 sweave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再画一个图形是什么呢 然后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再画一个图形 是吧 那我们把这里整个的复制一下 整个的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我们这个sweave的应该是1 是吧 把它改成为1 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把颜色呢 把颜色给它调一下 颜色 c 等于 right 是吧 我们把它红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就把我们 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分个画 是不是 我们也可以呢 把它合到一个图形里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这样 是吧 这里呢 分别给大家呢 加一个注释 这是呢 或者 这是什么 是 卫生患者 卫生患 卫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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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是一个 然后下面呢 是 生患者 生患者 是吧 我们可以把它呢 绘制在一个图形上 是吧 大家可以看出来 是吧 这里呢 我把这个去掉 这里呢 有了这个图形之后啊 你看 我把这个 嗯 还是给调一下 调的 3 3 3 大家可以看到哈 有了这个图形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看可以 其实是可以提取出一些信息的 比方说 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儿童呢 是吧 我们儿童呢 他的票价呢 是吧 整体来说呢 从大多数人来说呢 是票价呢 都是50 差不多50块钱 这个不是 我们只能说50以下 那单位我们不知道 是50以下的 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 是吧 从这里呢 其实还不太容易分开 真的我们单独 还是单独把它拿出来吧 这样吧 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 还可以看到 这个图形呢 其实大体上呢 成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成三角形状 这说明呢 其实说大部分人 大部分呢 是吧 票价高的呢 人数呢 毕竟呢 他是他是少数的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 呃 是不是富人 富人 红色的呢 是我们这个生还的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生还的呢 还是相对来说 生还者呢 你看 生还者之后 他是不是比这个 比这个100块钱的生还者的 要多一些 是不是 100块100以上的 我们发现红色的点呢 要比这个蓝色的点呢 要多一下 这说明这个价格呢 对这个的生还者的那个影响 这是我们多两个 是不是 他首先呢 是说是应该是不是线性的 两个呢 只能我们可以构成一个网上的 然后用三点图的 这种的形式呢 去绘制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提取到呢 是吧 一些可能会提取不到的一些信息 就是说 比方说有的 某一个年龄段的人呢 是吧 某一个年龄段的人 他死亡的比较多 或者是他死亡多呢 可能是受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他聚类聚到一块去了 是不是 那我们我们就通过这个 两个特征同时去查看呢 或许呢 就能去提取 上里边的一些信息出来 是吧 这是我们就是多个特征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提取 下面呢 我们还可以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比方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还是一些 我们叫什么呢 叫隐含特征 隐含特征 大家记得我们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 我看一下 点 是不是有一个 name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这个 每个人的名称啊 大家注意看 他有一个称呼 是吧 M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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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个还看一下 Miss 是吧 没有结婚是吧 Mrs 哎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 Mrs 这里啊 这里呢 他有一些称呼 是吧 那些称呼 我们我们其实呢 可以想方设法呢 把他这个称呼呢 给他提取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有称呼的时候呢 他往往呢 是带着一个什么呢 带着一个点 是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 根据这个点的位置 是吧 你可以找到这个点的位置 那么我们就找到了这个 称呼的位置了 是不是 这里 可以看一下 就是称呼的位置 是吧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还是记得我们的那个 value 是吧 简单的统计 是吧 value 这样是 因为我们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把它这个什么呢 把它这个 嗯 给剧类 给剧 分成类 因为每个人的性命都是不一样的 他肯定每一个呢 都是1 所以说这个方法呢 这里呢 不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describe 能够提取是什么信息呢 这个时候呢 他只因为我们是文本嘛 他只给我们简单的提出出来了个数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个文本中呢 把我们这个 什么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你这个称呼啊 给提取出来 这个时候我看一下啊 因为称呼这个词呢 是之前我已经写过一个函数了 这里呢找出来给大家直接运行一下 就可以了 这里找到了 找到了 我先收写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叫什么呢 就我们可以定义为 我给大家一个加一个字段 是吧 Ditanic 我们把它加到这个title 啊 开到里边去 等于我们的这个 什么 什么 Titanic Titanic 点 我们的他是 内部是吧 我们从内部这种里面 如果我们要 其实呢 我们可以用apply 是吧 因为是 我们可以写一个函数 number的 用这里接受的参数 那么可以交参数 这里呢 把这个 给大家写一下 这是一个同一个字符串里边 提取一面 Split 先按照这个痘号 给分割开 是吧 分成两块 然后呢 再按照这个点给翻开 然后去第一个 是不是 比方说我们这里 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是吧 大家呢 不太明白这个地方 我们虽然把它定义一个字符串 是吧 我们这里 哦 嗯 因为他里边有 有这个什么 参数号 我们就可以这样 首先我们 Split 是吧 我们根据这个 豆豪分开 豆豪分开了 它就分成了 这边是一块 是吧 这边是一块 把它分开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Split 这里呢 我们应该是 在引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分成了 Williams 是吧 然后后边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取的 后边的一个 可以说就是你可以取1 或者是-1都可以 这个时候呢 它呢 第二 点带Split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带 通过这个点 去Split一下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点Split 这个时候呢 发现第一个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的称呼 是不是 那么就选择0 哎我们提取出来了 还记得我们那个Strip函数 是吧 把控制给去掉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 想要的这个 称称位 是吧 那这时候我们运行一下 就把我们 我们这个Titanic 是吧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这个title 是吧 我们就通过 我们这个name里边 把我们这个称呼呢 给提出来了 是吧 Mrs 是吧 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有重复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什么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统计了 是吧 我们就可以用value count 是吧 这样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Mr是吧 517个是吧 miss 是182个 然后呢 这些呢就是其他的 有人说这个 这个我们提取这些有什么用呢 那就看 每个人呢 对数据的理解 比方说 如果我们的年龄呢 是不是 我们缺失的年龄呢 大家都称为Mr 是吧 那你这个年龄 是吧 如果是你 你已经知道这个Mr 我们可以单独求Mr 的平均年龄 是不是 如果 他的如果有一个人呢 是吧 他的Mr 这里给他写一下吧 客户的时候 你 比如说 比如 比如有一个人 是吧 个人 嗯 被称为 被称为 称为 Mr 而年龄是不可知的 是不知道的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可以用 所有 Mr 的年龄平均值 均值 来替代 是吧 替代 而不是用 而不是 而不是 用我们之前的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而不是用 我们 之前 最简单的 等等 所有数的 所有数据的 中位数 是吧 那样是 中位数 那么这样的 是吧 我们在填补 填充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对这个数据的处理呢 更精确了 是不是 就更进了一步 我们呢 不再像他们之前那样 简单粗暴了 这个时候 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再看 如果你像 像上面的 我们的多年龄呢 是吧 我们看哪一个年龄的 死亡率啊 是不是你这个称呼 不同的称呼的人的 生还率 是不是不一样啊 是吧 这里呢 我们都可以去做了 这里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什么呢 说一下这个 嗯 我们可以从隐含的特征里 隐含的一个 我们已经有的特征里边呢 去提取一些隐含的特征